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没太大了 山下的人一边拍影片 一边惊声尖叫 因为沿着峭壁兴建的玻璃滑水道 意外被落石砸出一个大洞 一艘橡皮艇当场摔进去卡住 更可怕的是 现场目击民众来不及呼救 下一艘橡皮艇也来了 接着再一艘继续撞上去 就这样一个洞 让三艘橡皮艇撞成一团 索性最前方的游客顺利脱困 不只大自然可能会让游客受伤 另一边游客也会互相伤害 天哪啊 赶回黄山 一群游客发生争执 手上的登山杖 就成为现场的武器 当地官方报告指出 一开始是两人发生口角 没想到就变成了打群架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 不用动手也能让人崩溃 大陆这名女子 加价购买高铁的 一等静音车厢 才发现跟宣传的不一样 女子气得提出申诉 但暑假期间到处人挤人 大陆高铁人员表示 对于这种情形 他们也只能柔性劝导 TVHN 谢贤熙 庄志伟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